獨裁政權最尊的是不問是非、知識叫血的敵人 他們最大的VIPA 獨裁政權可以藉著他們告訴老百姓 自己是唯一可以幫他們脫離敵手的救世主 民主制度最害怕的 就是一些不懂思考、親疏有別的選民 他們投票只投一個黨 對家永遠是錯 投機政客上位全靠他們 敵人擊敵人就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離地新聞就不跟你說這些 離地新聞就跟你說 外國時事、歷史、文化用常理出發 而常理是不分左右的 多倫多是一個多元的城市 離地新聞亦都一樣 只要你不是潑虎馬街 意見永遠接納 逢星期四晚六點半 要管世間市 必先識世間市 好,一星期二過 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 我是Titus 我們旁邊這一位 Titus有很久沒見 各位有很久沒見 非常有江湖地位 是因為其實 其實在我們離地新聞 還未來這個城寨之前 還在迷米的時代 創立這件事的時候 過波卡的時候 他就是第一個想起這個想法的人 自我介紹一下 我其實也是一個網媒的粉絲 所以才對這件事這麼有興趣 大家好 我真名叫做Joseph 但是我在媒體電台On Air的時候 大家叫我做碧咸 不過我跟踢球那個沒有關係 簡單點叫我阿碧都可以 我現在都是每天早上星期一至五 正在做電台早晨節目 是的 我們這次為何無緣無故 其實很慘 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訪問Chimilamo 西藏的學生會主席 也是西藏的活動人之類 那時候我們已經預告了 我們原本想說逃犯條例 不過就因為那個嘉賓突然間出席不了 於是就臨時拉夫找回元老上來 跟我們說話 很久沒有參與這件事 因為現在整個生活節就不一樣 我有兩件事 如果一直有追蹤你們的話 都要跟我們的一班人 一開始第一天 已經支持我們的觀眾 好朋友 在多倫多也好在海外的朋友 即是交代回 那時候好像有點不辭而別 是因為生活上有個 剛剛很短時間之後幾樣的轉變 除了是答應了 接了做星期一至五的早晨節目 令到自己的時間少了很多 精神體力也少了很多之外 我太太也接了另外一件事 回去香港那裏幫家人走 所以就變成我家裏 完全缺乏人手地 我也是這個父兼母職友 又兼自己的職友 兼有很多份的職友 還有一些社會的公職等等 所以就完全分身不下 但是有機會今晚機緣巧合可以參與一下的話 其實都很開心的 多謝大家 多謝你找我 不要忘記了我 謝謝你 根本是一直都記住你的 所以你可以叫做 那時候不辭而別 現在補回那個派遣 現在補回 但是我們也要找一次 捉Franco回來 大家一起再聊聊聊 對 說真的 應該有時候 我們的元老級人物 都要偶爾走上來 說兩句 老實說 我們都說得差不多 說了很久 今天我們當然要去法國 因為法國那場大火真的嚴重 我們真的要直落說這件事 好了 今天我們當然要去巴黎 聖母院昨晚6時50分突然起火 然後燒了15小時 中間那座尖塔就倒閉了 其實為什麼要說一宗大火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當這種大火發生 聖母院的時候 就很嚴重 其實這個新聞 在我們北美洲的時間 就下午開始發生 如果你現在有很多人 那些手機都設定了 尤其是我們做這行的 手機一定會設定了 有些重要的新聞時事的時候 你就會有爆發 你的手機或者手錶 都可能會看到有一段新聞發生 然後你就可能會有新的更新的時候 你就會不停看到 其實整件事發生的時候 初時第一件事 我相信有很多人在想法國 第一件事恐襲 那個神經反射已經是出來了 但是你一邊追著一邊看的時候 其實就完全沒有那個意味 然後第二個意味就是尷尬 一個大國 一個都是全球的國力 影響力這麼大的國家 搞長這樣的裝修 然後大火燒了自己的 那個 祖宗三墳加廟 那樣的那樣東西 好像是有少少尷尬 但是這兩個的意味和情緒 都不夠 接著在短短半天之內 在整個 至少我看到的北美傳媒 或者英文世界的傳媒 凝聚出來的大家的那種 新聞的集中焦點的方向 兩個方向 夠不夠到火 長火點 會不會破壞文物 以及現場 對於這座建築物本身的歷史文化 以及以後後續 還有沒有這座建築物在這裡呢 會不會我們人類忽然間失去了一個 即是文化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座標 寶藏 這一件事呢 整個討論 輿論和傳媒的焦點 就很快教了它一個 即是很 對法國沒有那麼無理 而且對於整個地球文明 是較為有公共性的一個 一個討論的焦點 是呀其實 首先說回你說 剛才怕恐襲那件事 其實我聽朋友說 我自己沒有CNN 但我有朋友有CNN的 他那時候就已經在那裡說 為什麼CNN會這樣報呢 他那時候就說 那時候有三個可能性 首先肯定是黃背心那些激進組織走來恐襲 接著可能是那些 不知道什麼回教極端組織走來恐襲 接著第三個可能性 才說 因為現在正在裝修 所以可能工程不出作 即是覺得最不juicy的 當然是派最低的 即是最沒有可信性 即是給人的感覺 就是觀眾當然覺得 如果是恐襲就正 那種感覺 即是報新聞 拿到一個極端的地步 即是我有一點點 你敢報嗎 對於文物那件事 我今天不斷看到 也有不少的新聞 說到其實法國人 真的很嚴重 他們的文化 為什麼呢 他們有一個神父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叫方爺 這個神父 第一時間知道聖武縣一大火 第一時間衝進火牆 然後已經拿了裡面 那個聲稱是耶穌經官的那塊聖物 就拿了出來 救了他出來 那個經官 據說是1238年法王路易九世 就由戴殲廷帝國那裏拿回來的 另外除了這個經官之外 聽說就是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帶的那個經官 另外還有就是 同一時間他還有的就是 當時那個叫做真十字架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嚴肅經釘的那個十字架 還有釘死他那幾口釘的其中一口 這些全部都是聖武縣藏著的 這些東西來的 即是如果你喜歡看 忽然間在口順便想不起 即是Tom Hanks做的那系列電影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Mission Impossible 不是 Tom Hanks 不是 噢 我知道 什麼什麼Dar Vinci Code Dar Vinci Code 那類 基本上其實在那個期間 如果你相信這個耶教 是偏向天主教文化那邊 其實他們都有很大的法器傳統 即譬如你講壯傳的 或者中國內一點的佛教 其實他們可能會覺得 這個是因為傳統是哪一個人用過的法器來的 所以擺到也有震懾 或者有些特別的辟邪 甚至驅軌 影響地球磁場平衡 那類的東西 除了歷史文物之外 其實他們在坊間也好 有很多人對於 關於整個耶穌宗教的那些歷史法器 其實他們是一個很完整的保存 但是也同時有很多很神化的東西 在這些重要的教堂裏面 很多時候他們就會把這些歷史也好 和歷史沒有關係 借用歷史的這些法器 就是作為一些歷史文物出來收藏 甚至他有時展現出來給你看的 都未必是真的那份 他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可能會有另外一些 可能同一個建築 或者不同建築 有些內部的人就可能會收藏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這些是錢再買不回來的東西 那樣東西是有宗教 有神秘的力量等等 這個對他們來說都挺重要的 是啊 其實我想我們有些法國的觀眾在出來 住巴黎還在出來 他都說這個850年的歷史其實是 It's just a number 800 years is a mostly long span of time 是一個很長的一個時間 當然相對於我們加拿大 或者美國這些國家 立國好像不夠400年的那些 不知道有沒有400年 其實真的好像很短 但是看回聖武院這850年的歷史 由1162年開始電基到 現在說850年其實不是很準確的 850年其實是電基的那個位置 1163年開始計 是的到真正完成的話 其實都百多年之後 差不多200年之後 才叫做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的完成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 它有670多年歷史 又可以說它有850年歷史 看你說什麼 這個很灰色地帶的 而且其實它 因為它佔地都很廣闊 其實那些人就說 它將附近幾個的教堂 其實它是將幾個宗教的地方 教堂在它下面 即是它包容的地方 其實以前也有另一間教堂 它將它已經建立 融入了 他那座大建築裡面 即是有一套電影 叫《Before Sunset》 裡面的男主角 也跟女主角說 很多東西現在在這裡 都會過去 聖武院以前也曾經是一座教堂 你馬上想起這句話 是的 但是由它最初開始的話 其實它對很多人的影響 或者感覺不同 是因為其實它剛剛好 經歷了那個 由歌德文化 以及因為它完成的階段 剛剛好就是這個文藝復興的時期 所以它就受了 即是去到建築的尾期的時候 除了歌德就是那些很高的 那種建築方式之外 一定有尖塔 一定向高空發治 是的 因為它在 譬如 歌德應該是 好像是德國 它叫Germanic 即是我用現代德國去講的 就不太好 即是受這個 East Germanic的文化 影響了 然後它們就 開始那些東西 要向上發展 最主要的關鍵 即是以前建的那麽高的東西 其實那麽長的東西很厚 厚和高的話 那些小槍就很小 裏面沒有得選 要是選高 然後不透光 裏面黑黑黑 是的 一旦你選擇 就是 即是 矮一點 但這個它就用一個 即是 那些叫Flying Buttress 即是 將支架向外 在建築物外面支撐 於是頂部和高的部分 就可以 起到那麽高 那麽宏偉 而長薄 於是可以做到那麽多槍 透進去 有那種在裏面 即是直達天庭的 那種 那種宏偉的 那這個就是前半的起 但到它真正 那些人後期 是靚入 一進去就 立即完全 那個人原本你是殺人犯 又或者那些 那些 那些 十我不赦的人 你都忽然之間會靜下來 縮然起敬 就是其實它裏面有很多 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 超美的建築 或者是 那些 玻璃的美學 放在裏面 是的 所以其實 再加上就是 我們講到850年歷史 暫時這樣叫住 才會很擁有 850年歷史 聖武院其實都 加入了很多歷史事件 例如 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 就是巴黎大學 其實最原始的那一部分 最原始的 就是聖武院裏面的一間學校 哦 我真的不知道 1170年的時候 開始建立這間學校 然後才慢慢發展成巴黎大學 當然後來 背了到聖武院 不過西方本身很多大學文化傳統 都是從修道院 即是 宗教堂開始 這個的確是 是的 當然 1185年 第三次十字軍 東征也都在那裡可以宣布 當然 其實到後來 都有一段時間 是受到毀壞的 1793年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就把聖武院改名 做Tempo of Reason 然後把裡面很多的耶穌像 聖武馬里亞像 倒毀 即是好像在看這個 我經常都對戲名 不好知 就是蝙蝠俠 蝙蝠俠 有個鞭子 戴著口罩 其實他在裡面的審判 就是好像法國大革命的 對 其實就是那種感覺 對 基本上就是那種 其實有一種 the communists come out revolt 然後審判 他們的所謂惡人 其實我想歷史上 都有很多類似的歷史 文化大革命也有些類似 其實他會將所有建制 固有文化的一些圖騰 他就將它 當你要革命的時候 你要推翻以前的事情 的想法 那些時候 破四九 你就破壞了以前歷史的 好的那部份 那時候就對它 是一個很大的破壞 然後 後來輾轉之間 他就變了被人要來擺東西 不是很受歡迎 不是很有多人去的地方 但是幸好 有一位 幾代 都是對建築 堅持的人 法文真的不太懂得好讀 The Alain Duque 這位建築家 他就和這個大文豪 弊跡Hugo 就聯絡 你寫東西這麼厲害 你一定可以影響到人的 不如你幫我想一下 怎樣用寫作的方式 可以救回這間的主教聖母座堂 於是就寫了這個《鐘樓陀俠》出來 就是透過《鐘樓陀俠》 這個哀怨動人妻美的故事 大家忽然之間記起 我們芭蕾有做好事 於是就激動了 鼓動了法國政府 最後就進行一個大規模的修緝 結果聖母院就重現這個《昔日光輝》 有一段挺有意思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語言 在《鐘樓陀俠》裡 他曾經有一段說話 亦是英文 他這樣寫的 他說 不知是否語言 說到有一個很高的火焰出現 就會有一個Furious的Flame 即是有smoke by the wind之類 不知道是語言還是什麼 1831年寫的東西 剛巧巧就跟我們剛剛 發生的這場大火好像很吻合 很吻合 即是其實是歷史的諷刺 當然其實聖母院其實後來 其實如果《寫鐘樓陀俠》 是將聖母院由一個單純的宗教教堂 變成一個國家的標誌 一個Republican Cathedral 即是成為了國家的標誌 即是後來其實很多的事件 其實不一定是後來 之前很多事件都由聖母院到開始 拿破崙登極為帝 就是在聖母院加冕的 他自己大王冠 然後教宗秘戶七世是官禮的 只是看著他 正常來說是教宗放了皇冠 他自己帶上去 然後自己和他自己皇后戴皇冠 其實還有中間的兩次世界大戰 能夠有一些這麼大的歷史的建築物 遺留在這裏 其實都是很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其實都好像很幸運 因為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聽說1944年8月 當納粹軍隊退出巴黎的時候 他們曾經叫一個士兵 報好炸藥在聖母院 然後叫士兵 我們走了 過一段時間你就給我按鍵 炸了做聖母院 但是士兵拿著引訊 按鍵就看著戴教堂 很驚訝 忘了按鍵 最後到法軍真的來解放巴黎 解放聖母院的時候 他就自己被捉 沒有實現這個任務 這樣 其實這個是歷史的可能偶然的幸運 但如果你真的去過現場的話 我其實都真的要讚 我覺得人類這麼久的歷史文化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階段 就是文藝復興 因為他在那個階段做出來的 對於美學的那個 將美學哲學和人性 那個差不多很完美的融合 如果你是有進去這些期間 或者受這些文化影響的教堂 而做出來的那個氣氛感染那個的話 你其實是真的 即是你那個人不需要很神聖 很聖結 或者我本身是一個很 宗教狂熱的分子 你只需要置身在其中的話 你就可以感受到 原來這個世界是有 有東西是比我更大 要是你知道那些建築物 全部都很高很大 沒錯 同時也會覺得是 有美善的這個世界 就是昨天你看回CNN 或者其他媒體的報道 他們其實直接形容 這個就是人類歷史文化裏面 一個關於美善的 美的標準的一個 一個座標來的 一個人類的記錄來的 他用這件事去形容 如果真的整座東西 燒毀了的話 就可惜了 他用這個角度去做 但是那時候能夠做出來的 那個文化本身的美 於是可以遺留到這麼久 他都這麼震撼 還有他帶出來的那種文化的素養 你看一下 今次也可能會突顯了 如果你換了其他國家 譬如特朗普 或者亞洲其他國家 才算 很有可能就會突顯了 你看我們政府的辦事能力 以及多厲害 我們這麼快就已經撲飾了那場火 或者我們的國力有多厲害 宏大政府總統自己本身的能力有多高 特朗普在Twitter上曾經試過 為何你不在上面投水去救火 但是他完全沒有這個知識 就知道 其實這類型的木架構 即外牆石的建築物 是不可以用水的 因為水壓是會破壞它 即水本身已經可能會令木 即是覆水難收了 但另一件事就是投下來的水壓 甚至他們的消防員都不敢用高壓的水槍 去直接噴射 因為其實它是會破壞了建築物 以及裡面的文物 所以它救火的時候 是很難要很小心 即是說到八百五十年歷史 你不可以不斷找水壓 是的很有效 但是 你救它之餘也摧毀了它 但法國人仔這件事就做了一個平衡 還有整件事是沒有一個政府 或者是有一個宣揚自己國力的光環 而是其實它反而是能夠將這個人民的素養 或者人民的精神是帶回出來 即譬如我其中看一個新聞的時候 我再看 我其實一直看的時候 我一直在流眼淚 即你想一下你要多大的文化 宗教和對於美善追求的力量 在一場這樣的大火當中 是不是完全自發到 可能有些宗教的人 是說不如我們一起在網上 還是在他們自己的教會機構裡面約 但你看到火牆裡面的消防員在救火 火牆在這一座的聖務院不遠處 那些民眾是唱聖詩 阿法馬里亞拜託會 即你想一下 如果你看著那個場面的話 即是正如你看著 由文藝復興帶下來的那種人類的美善 你是不可以不哭的 即你是會覺得整件事情震撼 有很多你人性裡面的 可能好情感 但至少是好的方面的那些感覺 是可以帶出來 而這次的大火 似乎是找人性的 這個 這件事出來 是多於有些抽水 政府或者其他東西的那些報道 因為法國政府都很厲害 就說昨天你跟我說什麼都沒有用 我是要專心做一件事 撲釋火 contain火 接著是撲釋火 其他東西 怎樣重建 誰有什麼責任 我們一定會追究到底 但不是現在說 Not now 其實都幾是 因為馬克龍 其實法國總統 其實他原本昨天有一個政策演說 但當大火發生 六點幾發生 他原本的政策演說 有沒有記錯 是八點鐘 大火發生之後 他說馬上停 我今晚不做政策演說 我退遲一天 應該就是今晚這個時候做 然後他也臨時臨急 當然不管阻礙救火的情況之下 在較晚的時間 直接聖母於視察 你會看到上至總統 下至平民 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凝聚在國家級的災難裏面 我有時常想 那時候很久以前 08年四川大地震 那時候溫家寶在教書 在課室裏面對著學生寫了四個字 就是多難輕幫 但是多難輕幫 你都需要有那個民族性 那個民族性是有這麼多質素 才能夠輕到幫 否則可能輕的 可能是某些貪官的口袋 那些銀包 而不是真的 在整個種族的質素 而且整件事是不突兀的 他不是說在這個形式裏面 譬如你給了特朗普的話 他就說CMMega 又再製造美國人 你看看這件事 你就看到我們火場 可能還未識別 他可能會撲出來 就說在這件事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美國總統大領下的 美國人民的什麼什麼 他完全沒有 他不是跟你說 我們法國國家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法國人民怎樣怎樣 他們純粹是說 我們共同擁有的這件歷史文物 我們不可以被這個歷史消失 那件事是超越了法國人 這是我們經歷過西方文化 那麼多場的戰爭 輕輕衰衰的洗禮之後 剩餘下來的一個歷史的記憶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他們真的 真的很在意 有些朋友跟我說 他看到真的會哭 就是看著他笑的時候 看著他笑 但他又離不開電視 就繼續看著他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是很 的確對於文化 整個文化是一個很深傷的一件事 也不單止是法國對於全球來說 講到尾是一個世界財產的 同時間 剛才我說 一開始就是整件事 我覺得最震撼的是 因為他跟文藝復興有個困難 但其實我也覺得有個首尾呼應在 就是 不是那些高調出來的 但其實這件事 未夠24小時 或者可能剛剛24小時 沒有 未夠24小時 就已經有 譬如包括了 歐LV的老闆 歐萊利亞的老闆 Match LV的老闆 他們就很快 即原本 麥康說 總之不管多少錢 我答應我們法國一定會 有什麼事的話 我們會重建 歐元 已經出了2億 歐元 好像Samma Hayek的老公 會撤失禮法國人 就出了1億 即是有 前後今早我做節目的時間 就已經有4億5千萬 是confirmed的 donation 就拿出來說 你要重建 不用擔心錢的問題 是法國裔的機構 那些conglomerate 即是有錢的那些企業公司 以及他們自己的家族 即是CEO自己有錢的部分 就已經認捐了這一筆 今晚6點多 我聽到的數字是7億 即是這個 你想想 如果這件事在美國發生 你會不會這麼快 看到這筆錢出現 應該比較難 即是歐洲 有經歷過文藝復興的文化素養 即是有錢人 因為文藝復興本身就是 Mediccian的家庭 其實如果以現在的赤道去計 他是排1,000多位 他是計算大概1.5 billion的身家 但他那時就可以創造了 有錢人第一件事 是要對歷史文化有交代的風氣出來的 好了 我們第一節講到差不多了 下一節繼續講成務院 下一節回來再見 去年聖誕我們的catering 是很受歡迎的 即是你在家裡開派對 就叫來會送給你的 我首先介紹給大家有什麼 這個是招牌手絲寒牛沙律 然後三個熱食就選擇了一樣 香煎帶骨豬扒 配蜜糖芥末子醬 香濃日式叉燒 雕草白酒忌廉兒柳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個 還有 備製咖喱牛筋腩 月色蝦餅配煙肉車來企串 避風糖雞中液 橄欖油吞拿魚炒螺絲粉 或者卡邦尼長通粉 芒果大蝦沙律 還有紅酒會鴨胸 奇珍香辣色仔薯 和意識大洞的 這個餐是我們的食品工場 有ISO二萬的供應 就是本地食品系列 接下來有很多公眾隔離 如果你在家裡請客 不用太麻煩 就可以訂這個餐 都很好看的 我有兩天訂的 一天請同事 一天請銷市家族 一天請網友 分三天我訂三支